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生己胃 癸胃 人婿 这一个人她是一个女命 她说大家都说她官杀混杂 有志没愿意没志的一种情况下 她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 各位有没有听到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说她官杀混杂 可是官杀混杂 她的问题是在哪里 她的问题是在说 她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在说 她官杀混杂 婚姻不好 官杀混杂 婚姻不好 可是很抱歉 这个不是她的一个主要的关心点 也就是说大家只是留于名词解释 因为客人最关心的点是说 他什么时候要结婚 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这一些你都不跟我讲 你只跟我讲说官杀混杂 官杀混杂 官杀混杂 那又如何 官杀混杂又如何 所以有很多人就很喜欢留于变成是名词解释 我一直在强调 很多人都只是名词解释 其实这个八字其实是不是官杀混杂 我可以跟各位讲 他并不是官杀混杂 他是一个标准的日主受克 他是一个标准的日主受克 也就是说 务土克认水 己土克 癸水 所以说他变成的是一个日主受克 在这一种情况下 要让日主脱困 他才会有结婚的机会 要让日主脱困 他才会有结婚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因为我们是要看他的什么时间点 什么哪一个大运他最有机会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看 当然 要什么有机会 第一个 让日主脱困 让日主脱困有什么 甲木 可以 甲木 甲木 癸水 这些都可以 再来一个润水 也ok 润水也ok 可能金也可以 庚金 所以说其实这四个 这四个 甲 甲 癸 仁 甲 这四个 都是可以让他日主脱困的时间点 我们就要知道说 他大运是甲 ok 癸 也ok 刃 也ok 甲 也ok 都可以让他脱困 都可以让他脱困 所以这一个是客人才要的东西 这个才是客人才要 你不要跟我说官商混杂会怎么样 我才不管那些东西 你说我婚姻不好又怎样 我有小伤 我有小王 小事又如何 客人根本不在意这种东西 为什么 他会这样问 他根本就可能是怎样 就没有这种情况 他会这样问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 只是大家 刘云民 吃解释一直在恐吓他 所以说他也不 很多客人都是这样子 被恐吓的 甚至有一些批命完以后 他觉得感觉很差 你根本就没批什么东西 就一直在说我婚姻不好 婚姻不好 婚姻不好 就这样子而已 要我要买东西 要我要改运 问题通通到尾没有批出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先知道 批命是要分析他的八字 他的八字的问题点在哪里 你要分析给人家听 不是说你有官正官有七杀 你这婚姻会不好 你在名词解释什么东西 我婚姻不好 那到底是什么时间会不好 他又讲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先知道 原来他会有好的时间 他其实是日主受困 日主受克 并不是官杀混杂 所以说先找出他会好的这几个 这是大运 然后再从大运里面去挑他最有机会的点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批八字里面 不要流于名词解释 而是要把一个时间点抓出来 看看大运里面在哪一个区块 有碰到这几个字 他的机会点就出来了 然后再参着流年的一个特性 他可能就会是在那个最有机会的点 所以说不是说官杀混杂会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不会了 各位 你假如真的是有实际去批命过的 其实很多都不会怎么样 都只是流于恐吓 流于恐吓 像我有遇过也是像这一种八字的 全部都是官 都是官 然后一个硬的女孩子 漂亮 他是说什么 人家是大老板 人家是大老板 他哪有官杀混杂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他的官杀这么旺 可是很抱歉 他不是官杀混杂 人家是个大老板 然后你就会跟我讲说 大老板都会乱搞 谁在跟你乱搞 人家没有男朋友 人家就很专心的在工作 所以说很多东西不要自己用想的 我都说过了 直接去批 你才有经验 不然有很多的留言 其实都是自己想的 很多的留言都是自己想的 我也不会想看的原因在这里 透过实际的批命 你才了解 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而不是留于名词解释 女命官杀混杂 就会婚姻不好 男命的正偏才混杂 为什么官杀 那个他的桃花就会好 而不是也应该也要跟着不好 对不对 所以说各位你要知道 那是重男轻女的一个观念 现在男女平等 社会已经不一样了 不要再拿到名词解释 古代的观念拿来 现在在那边恐吓别人 实际批命才知道 所以说各位 从这个八字先跟各位讲 他是一个日主受克 所以说他桃花很弱 他桃花很弱 可不是大家所想的什么桃花很旺 就算桃花旺 来的都是烂桃花 来的 日主受克 来的全部都是烂桃花 来的全部都烂桃花 所以说才这一段时间 在日主受困的时间 其实都是避免 女命就避免结婚 而是要在好的时间点去结婚 好的时间点去结婚 这时候出现的对象会是比较好的 而不是烂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